欢迎回来,因为我刚刚的那个麦有点问题,所以我要用我的那个电脑来record,所以可能那个quality有点问题,你们就见谅一下。 那么我们这个影片里面我们会看第11题到第13题,那么我们先看一下这个是,依然是19年的那个曾经文高阶组。 那么11题里面它讲这131个数字,X1X2到X13E的平均数是E3E,这一点很重要。 然后对于1加1等于K,然后K又小于等于13E,Y等于XK加K,只有Y1,Y2等于Y13E,这三一个数的平均数。 意思就是讲呢,我们来看一下,Y1等于X1加1,Y2等于X2加2,以此类推,到Y13E等于X13E加1, 那么这边依然还是有131个号码对不对 所以呢我们已经知道了 所以我们要找的是这131个号码的平均数 就是y1加到y131 然后除131因为有131个号码 等于加1加1 然后再加x2加2 一直加到x131加131 然后再除131 然后我们要调过去一点点 这个呢就会变成我们已经知道了 这个x1加x2加到x131 然后除131 这个就是我们刚才讲的 这131个数字平均数 再加1加2加到131 over131 那么这个你们要记得这个是n 这个这个的公式是n 所以我们的11题的答案就是197 就是这样子 然后呢我们来往下看 我们就有第12题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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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会大于等于LOG 二分之一 二五六 对不对 不过呢 这边你们要小心啊 因为这边哦 你要换回来 就是变成五三件 四十三 小于等于四十六 二五六 那么为什么会这样呢 OK 我们比如讲OK 这边是负报嘛 对不对 我们讲这个负七啦 对不对 如果是LOG 如果是OK 负七个LOG 二分一 二分一 它会等于 然后 二分一 然后 二分一 负七脂房等于 这样子 是不是 很明显的 我们的一二八 小波 二五六嘛 对不对 所以就是这样子哦 这个道理来的 然后 哦 对 然后我们这边也是有负七 大于等于负八 所以呢 我们就要 要写 5N-43 小于等于 O6 那么我们就会有5N 小于等于299 那么 N是一个等数嘛 对不对 所以我们N会 小于等于59.8 所以我们N的最大值呢 就会变成59 就是这样子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影片的最后一题 好 有一群人参加会议 第一阶段结束后 66位女士离开会场 使得会场中 剩下的男女 比例为5对3 然后第二阶段结束后 又有132个男士 离开会场 使得会场中 剩下的男女之比为3比4 问会议刚开始时 有多少位女士在会场 那么呢我们假设 我们假设 我们假设 mule 就是男 男性 然后是这个会场的这个参与者 也是x 然后female就是女性 女士 就有y的 所以我们就会有 x over y-66 因为66位女士会开会场 所以变成5比3 然后这个是我们的第一师 然后接下来呢我们就有x-132 然后y-66 会等于四分之三 这个是我们的第二师 所以这个也只是很简单的代数吧 你们就这样子 交叉层之类的做一点这样的东西 所以我们的这边 第四我们会得到3x等于5y-330 然后我们这边第二师我们会得到4x-528 等于3y-198 所以那4x会等于3y-330 那么呢我们这边我们可以把它给通质的话 对不对 所以这个就乘4 这个的话就乘3 所以我们就会变成12x会等于12x会等于20个y-1320 也等于4x-528 也等于4x-312 所以呢就变成9个y加990 那么呢我们也就不需要看这边了 我们只是要y 因为一开始有几个女生嘛 对不对 所以我们就在那边调一下 11个y等于990加1320就变成2310 所以呢 所以呢 y基本上就是2310除以11就是210啦 所以第这是 这个是第13题的答案 13题的答案是210 那么 一样的答案不重要 重要是这个整个过程 你们有没有理解到我在写什么 其实基本上就是这样子 那么我们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 然后我们下一个影片里面 我们会讨论14 15 16题 就这样吧